初步來主角色,看一下換邊了沒有 KPG好像繼續選擇紅色方 對,因為我們比賽是敗者選邊了 這把BP一半還是一樣啊 九筒賽納 因為九筒的話也是KPG的輔助優優 非常擅長的一個英雄 我感覺好像要跟上一把一樣的BP了 所以這手永恩上一把第二手這邊就是格溫了 對,傑斯先搬 沒差多少,從第三班位變成第二班位 是的,KPG第三班上一把搬的是傑斯 這邊會不會搬賈克斯 看一下有沒有放出格溫和賈克斯這兩個英雄的想法 理論上是...誒放了 理論上是賈克斯 counter格溫的 格溫和賈克斯放一個出來 藍色方肯定會一搶格溫和賈克斯的 如果不搬的話 哦 這手賈克斯要不要拿啊 拿賈克斯可能KPG拿了 KPG就會把卡爾瑪搶掉 還可以搶一手盧西安 卡爾瑪加盧西安 就直接定了雙C的位置了 沒毛病啊 這兩個英雄對線和輕線都很猛 對,也是比較...整個團隊容錯率是比較高的 因為盧西安有中線權 然後能在前期配合打野做事 卡爾瑪的話 那就一定要拿野核了 如果拿盧西安加卡爾瑪的話 你看這個版本的野核 我想一下奧拉夫為野核 搶了蓋瑪 奧拉夫 還有永溫吧 還有格溫這些 對,這幾個反倒慢慢又成了新的野核 對 然後打野英雄感覺沒有出的特別多 那種特別傳統的打野 沒錯 這手青鋼印在版本削弱之後要硬選出來 我感覺是打野的青鋼印了 他3.4A是得到了一點點加強吧 不過整體還是虛弱 我記得星斗也是個青鋼印的絕活 是的 南槍嗎? 我前兩天剛打的南槍 出那個... 訓刃、銀血、太陽刀 棒棒 我們看到似乎雙方BP上要做一下調整 可能是...後果是這個南槍選錯了 我感覺是蓋倫那一手點錯了 會不會 但是有點出的長 我也感覺蓋倫的話... 主要蓋倫打... 打賈克斯也不舒服呀 嗯 賈龍仰爹 對對對 我感覺一級的賈克斯打蓋倫就挺好打了 嗯 然後... 而且蓋倫也不可能搖到中路 也可以搖到中路 也不一定 藍色方剛才選下青鋼印和炸彈人 我覺得這兩個英雄中一個大招配合也是... 還是很猛的 依舊是很猛 是 但是就是... C位已經確定了這三手都是... 偏比較吃經濟的C位 那很有可能中路 但是他們可能後期會做調整 嗯 就中路可能去... 到時候就出一點工具人輔助 對 這個開團的 我感覺可能是要這樣 我感覺可能是要這樣 這一把的話... 因為前面... 前面幾手... 雙方的一手都沒有問題 賈克斯 賈克斯 堪爾嘛 然後... 尤其安嘛 對 應該是要這樣選才對的 反正賈克斯 掏出來的話 前面應該要圍著賈克斯打一下 讓賈克斯盡量匪一點 就... 就讓輔助去上半區 就直接噁心對面上單 能殺掉最好的 然後讓賈克斯 隨便吃點杜城 沒錯 如果卡的時間點夠好 對面打也剛好在下半區 可能上路一些塔就有了 就是賈克斯... 如果能... 只... 不說... 提早發育起來 正常發育起來 就... 就已經很無敵了 感覺 嗯 有什麼英雄好打賈克斯嗎 上路 專遊的話 是有... 像凱南這種 凱南... 手遊... 基本... 已經... 幾個賽季沒看到在比賽年 好像劍機可以 劍機可以 劍機被搬了 劍機打這種傳統的上路戰士 感覺都是不虛的 是 劍機是好打的 因為我對過線 但是劍機是接替第三班 就搬掉了 那想一想 也沒有特別多的上單英雄 能用來打賈克斯 我自己想一想 我打賈克斯之後 真的只被劍機打過 不然你就只能拿 手藏噁心對面了呀 對對對 然後讓自家打野 駐上半區 但是傑斯也沒有了 你不能說真拿個盧西安去打上單吧 比賽裡面 劍斯... 劍斯也容易被安排 就... 賈克斯還是有反擊風暴 加上跳短的那一套 上來運你 然後配合打野 來點控制 劍斯有時候也會很難受 是的 就感覺沒有什麼天敵吧 要出點英雄 我也感覺是的 就賈克斯... 我們看一下重新BP 應該是剛... 調整了一下 也就是上一把的一個班位吧 哦... 維持之前的班位 勇恩格武 上不了場 強度太高了 勇恩也是 這兩個英雄都... 上路和打野 強度都太高了 是 選出來就半位買房 他主要是傷害... 勇恩是傷害溢出 格文是月道 格文我覺得最煩的是他那個圈 哇 他那個圈真的是噁心巴拉的 我現在打ADC 把單格文 他的造性合起來 上野不是有雙圈組合嗎 是 但是問題是他那個圈是個小技能 你知道吧 他一波團交兩個圈 你AD人都麻了 就AD零傷害 是的 這個圈 圈加... 卡爾瑪 圈打賈克斯 對線其實還可以 但是到後面也容易被仰跌 我感覺 很容易就被那個單點突破了 特別是越往後擊打越不好打 是 賈克斯狠一點的話 第二件如果出個破敗 配合這分離者 可能兩刀就可以敲死你那個圈 對著你屁股打嘛 但前期對線的話 其實圈是能打的 圈那個見證只要放得好 有三下的一個格檔效果 對對 賈克斯和聖他們都有這個格檔的 格檔普攻的一個效果 是的 解體沒有變 青鋼引炸彈人 那中路看 後續有什麼工具人的中竿吧 感覺 感覺也可以 要打輸出的話 外面還有結啊這些 那美卡爾瑪的下路嗎 卡爾瑪走中 那美應該是隨便選的 這手龍女跟上路又是有一個配合的 就跟上一把奧拉夫一樣 我帶著你進場 但我感覺KBG的這一套體系 包括上一把一套體系 有點像3.3的版本 3.4 因為石像鬼被削 加上巨蛇之牙的出現 所以像奧拉夫龍女這樣 就能扛能打的 野核吧 算是野核 就不是那麼吃香了 說實話 容易被O-in 是 不過兄弟多 這把龍女有卡爾瑪 有勝的話 應該也能頂一下 翻了路路和盧仙 看一下KBG中路要出什麼吧 有沒有說拿傑的說法 中路拿傑然後下路卡嗎 因為傑斯和盧仙都沒有的情況下 傑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我反倒覺得 其實KBG可以不搬盧仙的 自己留著也行 正是可以先搶 但他們應該是有更想要的英雄 所以才會上班位 泰坦 這又是上一把的陀螺無敵打團陣容嗎 這打團也看起來天下無敵一樣 KBG 感覺KBG這邊好像有點太喜歡泰坦這英雄了吧 我感覺能替代他的一個這個應服還是蠻多的呀 萬豪像這種萬豪啊在包括 但九頭沒有了嘛 女塔也可以啊 雷歐娜強度沒有那麼高吧 也能用 欸 賈克斯 賈克斯應該還是上單 蓋倫可能去中單了 然後輔助的如果配合下路炸彈人嗎 我感覺還是猛的 這個藍色方這個陣容看起來 單點秒能能力很強 是 蓋倫大寶劍一插下去 就是穩定殺一個感覺 算血以下就穩定斬殺一個 就是炸彈人先破口消耗嘛 如果你想開我一個布龍反開 反開玩的話 這一手接替先手反手消耗都還蠻不錯 單代也蠻強 但他們這個陣容就是前期不要出現太多的一個15會號 前期不能崩 主要賈克斯和卡米爾這些英雄在前期都會有 很弱 你不能讓他崩 其實炸彈人前期戰力也不夠強 而且青鋼你現在刷的速度其實是跟打野賈克斯都一樣 都很慢的 所以如果對面露青你上半的藍區的時候 是要搖輔助過來的 跟上一把一樣 沒錯 當然也是看到對面選了個龍女 知道你是個刷子 你是個刷子 我也前面正常刷一下問題不是特別大 有時候問題可能就是刷不過 龍女速度是比青鋼快很多很多 沒錯 我感覺JT選蓋倫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 怕把傑讓給你 如果你真的選傑的話 我蓋倫還能康克你一手 但是最後KPG選了一手阿卡利 阿卡利這版本也很強啊 感覺這把蓋倫選出來就是在前面跟布隆一起打傷害的 畢竟賈克斯金剛硬 這兩個雖然也算是前排 但是他們還是比較脆的 而且要靠他們去打輸出 沒錯 蓋倫和布隆選出來就是在前面當靶子的 去吃點技能 但這一把的話 就是JT能不接團 就是最好10分鐘之前 能不接團就不接 正常發育到10分鐘之後 慢慢JT就可以慢慢接管比賽了 KPG可能就是說 我能打的團全部都要打 就看5分鐘吧 拖到10分鐘不能所有資源都放啊 5分鐘的第一多資源團還是得打 換資源嘛只能說 就是如果你5分鐘的時候 如果你拿先鋒我拿小龍 然後下一輪的話 看能不能換一下塔 聽到遊戲了 這把對線的話 卡爾瑪加泰坦 反倒卡爾瑪加泰坦 要比炸彈人家布隆要強一點 感覺法組的下路都打不出太多東西 都好弱 感覺兩邊 線上都不會打出人頭的 對 上路的話 上路就是真的看操作在前面 賈克斯能打勝 也能打賈克斯 有點難說啦 被偷了一個不滅 是的 不滅的一個傷害還是很高的 但是反擊風暴反暈了一下 你還可以 KG控這個魂刃控的好好啊 但他兵線有點清不太掉 畢竟他的平衛效果清兵太慢了 是的 但是中路應該是蓋倫能在前期小壓一下阿卡莉的 阿卡莉前期 雖然這個版本已經加強了自己的一個技能和能量 但是 蓋倫的爆發其實在前期還是挺高的 是的 哇 被打得好慘 蓋的是點燃嗎 不是點燃是個屏障 還要髒一下 這個賈克斯 但是賈克斯他的線有點爛掉了 是的 他是想把這波推進去 然後回去 但是剩的話就用肉體再擋嘛 來趁炮個兵了 沒錯 單擊 然後就是想來上半區 控制這個殼道線 入侵青鋼營的一個野區 沒錯 但是布隆也是提早回補了 直接補了鞋子 靠上半區了 這樣打的話 剛剛也是很懂啊 去中路趁波線 我直接視你 是 這一波主要是解了蓋倫的線之後 要去上面再解賈克斯的線 要雙解線的 龍女還沒五級的 他還少一組野怪 就是這個死甲蟲 接聽這邊回防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在你入侵我之前 我直接先入侵你 沒錯 這一波 timing卡得是真的很好 在龍女 4級 快勝5的時候 搞你一下 嗯 就感覺 接聽這個隊伍 知道我會撈誰打 知道星斗 其實在前期的一個野區上面 沒有那麼的強 所以就直接把隊友全部搖過來 讓下路炸彈能卡嗎 就一對一對線就好 現在下路的 就雙人路的生態其實是單人路 嗯 哦有追 閃溝 這個位置 勾索加閃線 效果 有點一般 看起來很帥 但是沒有後續了 就 主要沒大招 剛才被撐到兵線的經驗 沒撐到五 是 剛剛如果有最後通牒的話 炸下去 那可能就不一樣了 是的 最後可能操作一下 但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 打野再去刷自家野區的一個時間點 是的 金剛儀他的現在的這個 等級之所以能這麼高 完全不是因為他刷野 而是去 去線上蹭了太多的兵了 他中路蹭往上路蹭嘛 是的 他中路蹭了 四組小兵加上炮車 上路也蹭了一些近戰兵 怎麼能這麼說星董呢 星董說我是來解線的 呵呵呵 合理 確實 合理 龍女也很騷 進去偷他的四個機了 因為 金剛儀這種 也算半野河的一個英雄 還是 確實得多去線上蹭點線 不然等級太低了 純殺也 又刷不快 就上面的話 泰坦也是一直想幫聖 打出點東西來 但效果不是特別好 可以看到 KPG這邊龍女的一個節奏 會更舒服一些 他雖然被反了石甲龍 但自己也反回來了 對 所以相當於他現在是 地主野怪沒少 還能再往上半去刷 他的經濟也是比 青鋼引要領先不少的 沒辦法 抓青鋼引用 花也太慢了 現在的一個版本 我們看到蓋倫 在四分鐘回補之後 就直接做到了 破建者 馬上換路 那阿卡利很難受啊 就可能到時候 處理炮車兵的時間要久一點 對面這個蓋倫 可能跑線的速度會比你少 對 其實這個版本 有了峽谷製造者之後 阿卡利 第一件出峽谷製造者 戰力提升了不少 而且3.4A 峽谷製造者還加強了嘛 但是面對破建者的蓋倫 還是難受我覺得 接近這邊 依舊好像一樣拿先鋒 圍到上半區來 宰住了 好像要跟對面龍女打一下 上半區兩邊都在互補 我們看到炸彈人 準備回補 應該是補個藍水晶之類的 但是被打斷了 有點可惜 那就不會人回了 沒關係已經有盧燈了 他反正血量再殘也是Poke的英雄 是的 而且馬上 我們看到KPG這顆眼做得很好 他就是看你炸彈人的位置 這樣從而得知 你到底在動什麼東西 然後要不要來解你 我們這方這邊好像想來控先鋒 但卡爾瑪被Poke的太殘了 還好有個果子 這邊想多一下 兩邊都開掃 互槍掃到了 情感7級的位置 被太殘勾到了 直接半血 是的 疼啊 KPG這個時間節點 比階梯強 不止一零半點 不換嗎 要一階 兩個平A 好疼好疼 還好也被打出 布隆的血液效果 來了 閃線上來直接一平A 能不能在那邊一飛翻 太殘這邊反手 布隆給個大招 太殘也要被打出自己的被動了 情感上來 跟誰陣子紅手 把人給打殘 之前的情況下 搶到了先鋒 哦呦 搶到先鋒這個是沒有想到的 嗯 剛剛是不是龍女啊 大哥啊 好還要繼續 塔下這邊還要反打 反擊風道暈到 但這剩一個平A的一個 滅的傷害直接給A死了 是的 剛剛那一波KPG是不是龍女 和卡馬大重疊掉了 嗯 嗯 反正感覺藍色方這邊還是挺賺的 他們跟隊面換二 然後拿到先鋒 還能來打這條火龍團 我本來以為KPG這波團應該是 無限贏的 因為我看到 泰坦閃線暈了之後 然後龍女接了大 然後卡馬接大 我以為這三個人 全部被空在裡面沒了 欸星高又被打殘了 戰術橫道給一下 但是想先秒下這邊的泰坦 泰坦就反正給個大招 想來購入裡面的一個青雙癮 聽到你叫狗索直接拉開 但是自己的中一塔已經掉了 其實現在KPG很難受啊 沒掉沒掉 就吃了個渡成 假約的魚掉了吧 吃了個450 炸彈的人想磨這個中路防禦塔的話 還是要500血差不多 可以直接定點包包炸掉 有500血嗎 我感覺好像沒什麼血 差不多的 900多滴血 哦我看錯了 那我看錯了 我以為剛剛只有一點點血了 8級的一個先鋒 就是你人物等級的一個 8級的先鋒 撞防禦塔的一個血線 應該就是1850 基本上都是1800左右 看看這個人物等級的 你每人物等級 每提升一級 只有50點的一個傷害加成 基本上差不多都是 但是能撞那麼多血 嗯 我被打了一套 但是KPG就 我是覺得確實有點可惜啊 他們講道理龍團的時候 應該比接替強了不止一丁半點啊 沒打出能夠效果的 現在是雙方打野一個發育的時間點 都不敢先弄小龍 主要野區野怪都太多了 是的 你去控小龍的那一邊 可能野區丟的經濟會更多 最近一條小龍他的一個價錢 肯定不多的 你一個半區的野怪 合起來就是400多塊錢 相對來說 KPG更願意再拖一拖 不管是龍女還是聖 他們都要把大招再拖一下 再去接這一波嘛 然後JT JT這邊也不虛 JT表示 我也想發育更久 大家一起拖一拖 我也有賈克斯 我賈克斯已經有兩級大招九級了 是的 但是聖無所謂 聖就後吃線就得了 他已經是沒有做輸出的想法了 鐵板學家小凡甲 存出漏嘛 出漏的話還有那個護盾的一個收益 但是KPG還是要率先踩合到搶線來動龍了 有怒氣的一個龍女 這一波團戰十級的一個龍女 龍血之力的收益不知道有沒有進化這個烈焰突襲 應該就只有兩百多層 應該不可能 不可能 得很順風才能在十分鐘之前升級三百層的 嗯 主要中綠之力沒搶到 先鋒如果拿到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 畢竟他身上還有一個人頭 一個助攻的一個龍血之力的收益 下路這邊打起來 破劍者的一個蓋倫 瘋狂賺你 哇這個峽谷製造者在身上也打不動 嗯 破劍者還是有這個魔抗和護甲的加成太爽了 是的 噢 我們看到階梯把核道全搶了回來 而且賈克斯在率先靠 不會PG2讓吧 阿卡利看到龍的這一個血線 這邊開展大招直接給到 這邊阿卡利直接來去後排 分了一下這個大戰人龍是被龍力搶到的 這邊開啟像果搬架的話 這還是蠻露的 蓋倫到寶箭插下來 自己撕血趕快交散 還能繼續追 卡卡鏈子 練到了 但是隊友都在追另一邊的人 殺掉了青鋼營 那這波KPG血賺 嗯 他們等一下回補個狀態還能去打先鋒 先鋒少兩個大 看他們速度夠不夠快 主要是龍女和聖梅大的話 KPG戰力其實下降很多 我感覺可以卡一波復活的時間點 這個龍女復活的話 是比對面快個六秒鐘左右 是 往那邊趕的話 看他們怎麼想 應該接不了了 這個聖的還在處理下限 那就是 放先鋒繼續讓龍女刷野區了 對 再等下一波大 就是龍女和聖雙大的時候 再去接架 很猛 主要第二條先鋒 他的一個收益最多 就吃一座防禦塔 但 現在這個時間點 七分鐘以後 吃一個座防禦塔的一個經濟 也就兩三百塊錢 就 看能不能破中一了 如果能破到中一塔 收益還可以 如果破不了 其實下次就很低了 沒有大量 中間又開起來了 呃 卡卡馬鏈子給到了 瑟蓋倫 龍女撲進去 雙救出直接殺 卡卡馬這邊也放大招 夾震了一個阿卡莉 想要先殺一下後排 二段表演 他撩亂還沒用 衝了出來 情況下沒秒人 這邊炸彈人 也在出poke 富龍給到了被動 這邊再給個大招 夾克斯反擊風暴 趕快跑出來 但是死物飛過來的 阿卡莉也想要來處理人 逼出了對面的屏障 藍buff被反掉了 前鋒撞了個中塔 我感覺KPG之後 阿卡莉會被搬 這兩波阿卡莉 從後面繞得太好了 這個俠陣 直接隱身 對於藍絲方很傷 他們沒有顯形的技能 是的 特別是 雙深暗影附魔的 一個顯形效果消失之後 就沒有 沒有這個附魔的手段 能克制阿卡莉了 是的 現在就只有什麼 寒冰啊 瞎子啊 這樣的英雄利用器 能去控一下 還有就是飛機的 那個照明彈 是 而且這個版本主要是 峽谷製造者 出完之後直接奔帽子 傷害其實就很高了 這個時候阿卡莉 就已經成型了 他的成型器也更快 是的 他第三件都準備 我也要補一個這個 一無法杖了 是 我感覺他後面直接 補精神也可以的 但是好像這把 沒有什麼人能控他 他完全就 沒有 沒有附魔的想法 一雙草鞋 感覺沒必要那麼早 出精神吧 現在這個版本精神太貴了 還是多打一點團戰的 一個輸出會好一點 精神有點太聰了 哇塞 這下面 龍女就直撲蓋倫 但也撲不死啊 這邊破劍者 隊友不在身邊 太舒服了 還是通締直接做 想要留一下卡拉瑪戰 自己一點傷害都沒有 反美削落之後還是太弱了 太坦這邊直接給大招 還給到了布隆的一個敵飛 你的反倒被控下來 剩過來給個討論 龍女交這些大招 再幾盾 正面的話 邊打邊測 反正敵方暈倒了 我都會是蓋成大寶箭 直接插死了剩 剩脫節了 可能太想去留人 導致隊友第一時間沒跟上 好在沒資源吧 沒資源還可以接受 兩邊都是法師的 法師AD的一個下路的話 都沒法那麼快的亂龍 是的 相對來說 而且感覺打龍都挺傷的 相對來說 沒有什麼太多的回復 只是說卡拉瑪有點盾 嗯 但盾面對這個 男爵的一個噴枕的效果 還是不夠的 很疼 是 主要你 先打大龍的那一方 還會被撿護甲和魔抗 很容易就給對面機會 是的 除非你領先的比較多 就是利用大龍故意來逼團的 對 就知道 就是假開大龍就是真想打你 是的 比賽到現在的話 其實KBG領先很多 說實話 雖然我們看經濟上領先的一千塊錢 但他們 這條火龍吧 再加上這個 這個陣容 就打的確實有點無敵 就接踢要去單帶的 我一直在想 接踢為什麼不去單帶 就是青鋼營保著 對來了 單帶了 就青鋼營保著這個賈克斯通天的要 感覺這把星斗很難受啊 他為了出這個金身 自己的裝備是脫了很久 現在還沒有那個破敗 是的 這邊都三件這個城裝了 他現在才一件半 然後兩個散件加金身 主要是他這把是烈士嘛 就整體上是逆風 他出救贖的話 或者出隱形的話 就扛不住 但是現在金身也有個問題啊 金身就是開了之後 他大招就消失了 好窮啊 他回去就 就花了400塊錢 合了一下這個繁起之功 沒辦法 這條龍打不了 飛進來了 翔哥龍率想進場 先處理一下對面的前排 布隆這邊被打了半解 情況下面救贖法下來 龍的話想拉拖戰 反手過來 想要來打對面的前排 這位置賈克斯跳走 青鋼營保著中疊 直接坐下來 想把對面的後排 夜展越勇 正面的布隆還想超被動 教師金身情況下面 星斗已經有點扛不住了 所以飛進來 阿卡利亞隊 衝了進來 想來切對面的後排 但自己被布隆一個平衛收掉了 賈克斯也被對面的 處理掉之後 龍率這邊有點太猛了 試驗吐吸一口 撐死了 正面招待人 蓋倫也走不掉雙殺了 大龍掉了 能一波嗎 小龍也沒了 他要一波也有可能 對面還有二塔 20多秒感覺有點困難吧 主要他們的這個 是卡馬法師嘛 對開法慢了一個 但是大龍是鐵定能拿的 而且小龍等一下也可以直接過去 沒錯 這波我感覺 階梯就不能接啊 這波階梯也必輸的 我說實話 如果這個阿卡利還有個金身 接替更難受 他就是因為出了法川嘛 他有金身 在後面再金身 規避一下你的傷害 再拖一下你的 你這邊可能就死光了 不過現在 右邊這個中野的一個 裝備都成型了 傷害太高了 是 就是之前就說了 KBG這個陣容 就是打團天下無敵 接替的話 就只能單帶抓掉點 而且龍女 已經最位領先的一件裝備 一件大件了 是 這龍女 約等於天下無敵 他這個 暴風大件應該是等下 要出個血手 或者是復活甲吧 復活甲現在太貴了 沒錯 主要這把龍女 有勝有卡爾瑪的 這個兄弟幫忙 誒 雙邊 開但是被菜坦給併到了 直接被打破一些 菜坦還蠻露的 但是自己有點走不掉 大寶劍插下來 就是一個死亡精神 哇 這一波 KBG給機會了 KBG是自己雙邊露出來 中路三個人還猛壓 那GT不可能四個人不開你的 不過還好 這個能 好像能夠拆兩座內塔 其實很虧的 我是感覺這波 這波KBG的大龍應該要上高的 我是感覺 但這波是肯定上不了高了 被打了一個掉底 那就再拖一會吧 他們身上有兩條小龍的一個收益了 而且龍女現在肯定是有烈焰主席的一個加成的 肯定肯定 他現在應該 我感覺他如果能算成600層都有了 那只是400層是滿的 對 然後現在龍女的一個400層的一個收益 變成了 這個全能吸血效果 加10%好像 是 所以其實對龍女來說 我感覺是變相的加強 有啊 以前那個 400層有點太激勒了 就加200多滴血 加點血有什麼用我在想 對呀 還不如一個洪水晶 就不如500塊錢的洪水晶 現在加個全能吸血 好歹相當於1000塊錢的鞋子 是 主要全能吸血我感覺這個東西 現在3.4版本改了之後 我感覺真的好用啊 感覺就 設計是想統一一下吧 對 分物理吸血和魔法吸血有點太麻煩了 到時候血代碼算數不好算 血對 同一一下算法 會舒服一些 現在 JT其實也有機會 就是要青鋼影 早就應該青鋼影 跟這邊的賈克斯合體 就兩個人要合體 一直 一直去殺對面的聖呢 把對面聖給打穿掉 然後 在邊路帶出效果來 但這個青鋼影一直在正面打團 效果其實很一般 差點在這邊勾布龍 不然跟著半血 龍鋼這邊出進去了 打對面半血 前面卡拉了 拉了個大招 就是打下來 這邊反擊風暴槍 暈一下 暈到了人 這邊龍鋼已經掌握暴走了 還是松蝶直接坐下來 龍鋼這邊反手 想要再打一個傷害 打出了對面的一個大雨魔刀 哇 這一波其實階梯是五打四啊 嗯 KBG又是雙邊露出來了 就飛了一個聖火 而且等一下 要來逼這條大龍了 你這蓋倫過時間三十多秒 就這樣 其實 JT已經在逆風局想辦法做事了 沒辦法 對面這個龍鋼 已經對過五千斤地差了 還有一點就是 炸彈人真的沒有辦法發揮這一把 想留一下 泰坦 泰坦這位置被打半血 反手勾子 逼出了對面 賈克斯的閃現 沒錯 欸 昨天炸彈身心來了 阿卡利表演上撩亂 怎麼死到斬 感覺自己要死了呀 我感覺這波有點拖大了呀 直接被秒了 CM 對 炸彈人直接大刀炸死了 還有TP下來啊 繼續流了 要被流了 翻了 流出太坦了 哇龍沒了呀 不過他把派坦也害死了 是 我感覺他們又要打圓古龍了 不打大龍了 嗯 圓古龍贏團嘛 是 而且拿著圓古龍你也不敢來接這個大龍團了 到時候 是的 現在只能期待龍鋼搶一手了呀 3打5 對只能 但是他們應該是真打龍 假打龍真打人了 要逼黃了 真打人感覺可以拖到對面TP下來 對面已經換好TP了 我感覺要撤了 來了 要撤了 要撤了 我感覺得打呀 這機器 接近最後有機會了 來了 小心開 龍鋼這邊被撲了進來 自己的話 布龍有金聲 神過來嘲諷 布龍已經怕倒了 有龍鋼這邊先殺一個 這個團隊感覺還是KB就好打呀 阿卡丁想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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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後排 秒掉了 三殺龍鋼有沒有四殺 四殺了 我都說要放了吧 這波接近 我還是接近的角色有問題 我感覺接近應該第一時間去弱大龍 不給KBG這邊的機會 就只 就跟你說的一樣 要拼 要拼這條大龍才行 但如果 拖到 雙 雙人復活 TP下來的話 就打不了 感覺接近 不應該是 在這個 遠古龍面前猶豫 就只是他們動一下就好了 一定要在 前排殺人 對面這個中幅都換好TP了 是 我甚至覺得 階梯應該直接動大龍 因為他去動遠古龍 需要回程 對面 給了對面復活的時間 直接如果動大龍的話 是對面 還有很長的時間的 我們看一下賽歐數據吧 這把的話 龍女924 我的天呀 感覺賽歐數據應該也是拉滿的 而且 他應該是最早就已經六神 加上這個精神的 是的 但我覺得阿卡利 在第一波火龍 和第二波先鋒 其實打得很好 嗯 就是來了一波大節奏 沒有別的 對 那一波大節奏 把中幅都送掉了 還好他們是 就是 後期的這個時間點 直接35秒之前 就直接 換出了自己一個TP 只要你在死亡的35秒的 一個時間點 換出TP的話 是可以直接 瞬間TP下來的 就是死後直接換嘛 因為現在TP 精神換TP的話 是有36秒吧 35還是36秒的CD 哦 36還是35吧 對對對 有一個CD的 我們看到其實傷害最高的 還是炸彈人啊 他其實打了4萬4 一直沒注意到他 嗯 應該有一些是無效輸出啊 是 但其次的話就是龍女了 就最後那一波 我的想法還是階梯應該直接 凹印大龍的 因為是KBG 倒完人之後的話 好像離遠古龍刷新還有十幾秒吧 嗯 他們 他們回程再趕到遠古龍 這個時候其實已經給到KBG 那些人只有28秒左右的復活時間 然後JT發現Rab不下去 因為 因為第一個他們這些英雄 Rab的速度確實不夠嘛 我們看一下經濟曲線 這一把的話就是KBG 基本上是一直領先的 關鍵點應該是從第二波火龍團之後吧 就一直領先很多 嗯 主要還是KBG一波肥了給龍女 對 對 對 MVP是給到KBG的打野DAT 對 兩邊打野各拿一局MVP 沒錯 7000多 7000多 最位經濟差924的KDA 將近30%的一個傷害佔比 和將近41.8的一個 將近42 對 將近42的一個這個乘傷佔比 趙 超 的 那